歡迎回來三星新聞的現場新聞 介紹來看是有23年歷史的家庭家庭美術班 是保有很多美術的認載 你會面臨在新聞當中 更大建立美術 跟市黨區公所邀請美術班的 前後三代五位美術老師 來撤位到家庭的美術班團生店 現在上午由市長文明會 和家庭校庭王岐村共同來看見 家庭市長文明會和家庭校庭王岐村 還有參加電燈的老師 彈佩 王岐村 彈佳 彈佳 彌理書館和王岐村 共同位接入去 在黨區公所邀請頂的家庭高中美術班 團生店 各區市場 各立立場 也到省庭上省記 彈佳彈佳 市新聞的設置到的立場 陸續進到家庭高中美術班 一起跟著陳老師一起 來推動家庭高中美術班的相關教學業務 後來我們所教的學生 彈佳倫老師目前也回到家庭高中服務 這次另外還有一位高二的學生一起參與展出 所以等於是家庭高中美術班 四代的老師跟學生的一個傳承展 我們希望能夠展現出 家庭高中美術教育的一個成果 江議教長生日到現在23年 三代的師組典現豐富的創作力 團生含著藝術基督的新風氣 這次特別在江議市政府 社會藝術基督聯合在家庭高中美術班 後面就能夠在成果當中 帶給美術作品 後期是美化人生 透過這個藝術展覽 我們希望這一期由我們嘉義高中美術班的一個 在陳澤老師帶領之下 帶帶相承的這個展覽 能夠做一個領頭羊 帶出讓我們整個藝術的氛圍 能夠帶出來 帶給我們家是更不一樣的一個美學的一個環境 這次參與美術老師有彈體 彈體於李修官 王町學校 紅阿倫 從第一代的彈體到第三代的紅阿倫 真後年紀 相差將近半世紀 蘇生在在藝術創造和國六年有都有真結實的表現 當區區公所提供藝術基盤團成電 提供藝術創造武漢的科林 和藝術創造者 更加多的電子機會 歡迎民眾的臨 參觀欣賞 西新新聞 上臉 王秀 三港二七 蔡宏博都